豆漿火鍋 這一鍋 這麼好吃的豆漿火鍋 待會我們要來 我多吃一點 其實我已經吃很多了 因為剛才這個 筋不住它那個香噴噴的味道 不過洪露你好像特別告訴大家說 雖然你是第四代 但是在第二代的時候就是你 阿公外公那個時代 在整個大溪的豆干上面 也逐漸都跟日本在做交流 那時候外公 因為他就是當任 台灣省豆腐工會的理事長 原來如此 那你們是一脈貴族相承 那他就是在製作技術方面 他很積極的在跟日本方面做交流 因為早期台灣 我們在製作豆腐豆干的工廠 都是手工製作 那器具都是足製品 所以很燙手 那費時又費工 那時候我外公 因為他從小接受日本交流的關係 他懂得說日本話 那他就開始積極跟日本這邊的 技術人員 或者是他們那邊的工廠 他們的工會做交流 那慢慢的引進這個 製作豆腐豆干 有半自動機械化的一些設備 引進到台灣 那時候到台灣之後 台灣在有一些就是我們認識 做機械的廠家 他們再來模仿 再來開發說 原來這個東西是怎麼做的 所以第二代是機器做 第三代到媽媽又回到手工做 對不對 然後媽媽這一代呢 又研發出店 這個好像是桃園縣的十大伴手禮的 豆腐乳 對 都是手工做的 對 沒有錯 那媽媽這一代好像也研發出 一二三四五六 六種不同口味的豆漿 可不可以講一下 為什麼豆漿要分那麼多種口味 因為豆漿基本上 當然它是因為 從黃豆去磨製出來的 但是一般如果說豆漿 你只有一個口味的話 現代人有的需求不一樣 比方說我們豆漿有做無糖的 就是有的小姐怕胖 或是有的糖尿病的人不能吃糖 所以我們就做鹽味的無糖豆漿 如果是一般的小朋友什麼 他當然要有點甜 所以我們加了一個天然的冰糖下去 稍微這樣屬於微甜的 再來就是說 有的人因為痛風的話 他是因為普林比較高 我們黃豆經過摧牙的手續之後 它的普林會降低 轉化成胺基酸 所以他喝這個摧牙的豆漿 是比較安全性的 那我懂了 為什麼第四代那個 紅輪敢推那個 什麼豆漿火鍋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這豆漿火鍋在今天 已經煮了將近有 20分鐘有了 我們把它煮到這樣 讓它開對不對 對對對 照道理講這樣 蒲林應該很多啊 可是 不太像耶 那上面其實不是那種 都是以為蒲林 對 它上面其實是有點像 豆皮 有點像豆皮 有沒有 它會有點像豆皮的狀態 那我發現它很特別的地方 是它不會這樣 不會濃濃 對 就是還 你說它很清淡不會 它就是很 就是很有豆漿的味道 但是比較稀的豆漿的味道 很濃郁 很香醇的 而且我覺得它幾乎沒加什麼調味料 你會不會擔心 它後來變成鹹豆漿 對不對 其實我只有加少許的鹽巴而已 對 那還有一點點香油 其實這樣味道就夠了 這是不需要加味素的 它一定不能加醬油 不能加醬油 對不對 加醬油之後就會變成鹹豆漿 對 是齁 其實鹽巴加多一點的話 它也會變成鹹豆漿 因為是鹽的關係 鹽分的關係它會凝固 可是至少不會發生那個 因為醬油是酸的東西 沒錯 去凝結變成整皮皮都在那裡倒回 這樣對不對 對 會變那個樣子 而且那個姊媽媽跟我說 記得吃豆腐 對 一定要吃吃吃看 你先吃一塊豆腐 再吃一塊油豆腐 那口感完全不同 油豆腐你剛剛有幫我下來了 有 幫你煮了一塊 我們這個油豆腐都是用最好的那個 棕榈油去炸的 其實我應該這樣講 我們把裡面煮這麼久的豆腐 拉出來看就知道它不會破 不會 因為它很Q 對 它絕對不會 這幾乎都是不會破的豆腐 我撈一塊這個這個這個 對 它根本不會破 它結構還是會很完整 為什麼會這麼紮實 對 豆腐的製作也有同人來講 因為豆腐的製作 我們目前一樣是維持著手工在製作 那它最大的差別是在說 我們豆腐裝模好 我們要壓水 把它壓乾嘛 在這壓乾的程序上 現在有很多機械化 自動化的工廠 他們都改成自動化的 比如說氣壓式油壓式的那種壓法 那一次就是說固定的壓力 可是我們店裡目前是維持說 我們用古早的酒頭在底 用槓桿原理的方式 然後用掉石頭的方式 在壓這個豆腐 你們家到現在還是用那個 就是你做過的那個對不對 對 用槓桿原理 就是一個長板凳 面上就整個瓶這樣 對 就用一個扁蛋把它壓下去 這樣把它綁死這樣子 這用槓桿原理的 這叫做自然託水晃 用槓桿原理就這樣一直壓它 一直壓它這樣 對 要壓一百分鐘 所以我們是慢工出細貨 就是因為這樣它的口感才會這麼紮實 有道理 對 不容易 那這個豆漿 因為火鍋 真的痛風的人吃沒有問題嗎 這絕對沒有問題 因為它 並不是說讓 在我們想像中說 豆類製品 我可能一接觸到就會馬上有反應 其實不是這樣 醫師有做過研究報告就是說 其實適量的攝取 豆類製品 是不會造成什麼影響 尤其是豆腐跟豆乾 它已經是屬於後製部分的產品了 謝謝 謝謝我們撿媽媽的愛吃 好吃的油豆腐來 對 這市面上絕對買不到的 為什麼 因為它手工的關係 所以特別扎實 特別Q 對 這個口感你可能以前沒有吃過 吃了非常有飽足感 這跟一般傳統市場買到 用板豆腐去炸的豆腐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 為什麼你們會這麼堅持 用手工的意思是 現在就掉了 這個是值得堅持的一部分 真的是 姐媽媽 我知道你從小到現在身體很健康 你的一生應該都會在豆腐店裡面 我現在想 那你怎麼看第四代 因為現在很競爭 你看到大西去 不是只有你們 對 我想講太直接 我現在也不知道 這個豆乾店到底有多少家 算不出來了 要怎麼辦 只是說 我們是秉持著說 要做好的產品 給顧客分享 所以我們是種植不種量 我們不是在拼產那樣的 我們是要做口碑的 所以我們才會研發出說 最近十年來 我們甚至研發出 自己從美國的農場 引進有機黃豆 有機黑豆 製作健康 養生的產品 給國人來享用 因為現代人的毛病實在太多了 等於說你在食材上面就要求 比較貴的就是 對 貴了好幾倍了 貴了好幾倍 對啊 因為有機豆子 比市面上的至少都貴五倍以上 可是姐媽媽我在想說 我們還是不能夠只有 批發給其他店店賣 因為有很多用你的品牌嘛 對不對 那現在比較新的 你除了有做豆漿火鍋 開了唯一大西一家素食餐廳之外 對 還有什麼樣做法 還有什麼樣的做法 其實現在我比較想做的工作就是想說 我要好好把歷史文化這一部分慢慢建立起來 因為 一定有原因 一定有原因 其實現在大西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豆干店 大家進去買個豆干就走了 就反正就來一定要吃個豆干 對 也不會特別選你哪一家 對 那我就是想說 我想要把豆干這個東西的文化歷史表達出來 那為什麼大西會有豆干 為什麼它不會在別地方做 是怎麼樣的淵源 這個文化的故事我想要把它表達出來 因為畢竟是說 我們做生意歸做生意 可是一定要文化的地方一定要兼顧到 因為它是我們的根本 等於說有了文化之後 對 將來可以傳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對 要穩固文化的部分 希望有一天 還有呢 你有什麼新的做法 還有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也有透過網路在行銷 網路不要豆干喔 對 我們有自己的網站 這樣不就 不會啦 因為現在滿方便的 我們已經五年前 我們就跟宅極便 剛剛進入大西的時候 我們馬上跟他簽約 因為宅極便它的運送非常的方便 然後它的車量就是有冷藏 還有冷凍的設備 那顧客的話就是可以吃到很新鮮的 我們的食材 所以其實你們也算家族企業 我們是傳統的家族企業 媽媽 那你是老幾 我是小兒子 他是小兒子 那你哥哥呢 我哥哥他目前也是負責店裡面 藏物的部分 生產製造的部分 所以這個這麼好吃的豆干 都是他監督出來的 這是由老大 我們家每個人都要會做 那他一定很壯喔 他沒有高一點點 比你高然後有沒有比你更有肉 我是往橫的 他是往上的 原來是這樣 對對對 那爸爸呢 爸爸也是這樣